感谢凯利公司每一位家人 能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今天在这个平台上 来为我使用产品 做一个真实的见证 我是一名基督徒 我凡事都祈求祷告 求神来为我预备带领 当我在接近70岁年龄的时候 我对自己的身体健康 有了一种危机感 当然了也出现了亚健康 在这个时候我就寻求 能够真正有好的产品 来供我使用 虽然我重医30多年 但是我始终不太喜欢吃西药 来维持健康 那么在这段时间的祷告中 真的神给我预备了最好的 最好的机会 遇到最好的人 同我一个姐妹 能够让我们认识了这个五种 也感谢上帝 五种带领我们 让我们认识了这个凯利 真正的好产品 在两年前 我也曾经用过一个 SOD 这个 SNMN 这个产品 但是呢 我用了以后 没有特明显的症状 只是感觉到 就是头晕 我没意识到是用产品的作用 我只认为可能是我的身体出现了毛病 那么在3月27号的时候 我和我的姐妹呢 我们一起和五种联系以后 我们就加入了这个凯利公司 确实没有任何疑惑 因为有单纯的相信 因为我们对五种也是慕名而来 这样我们进入这个团队以后 我是在这个4月初 4月4号左右 我开始用了这个 我们的这个 SOD 加NMN 这个产品 我用了这个 脑零件 那么我就感觉到 在用的当中 我为 没有声音了 现在好了吗 有 有声音了 有 那么我就在 因为我自己的头发 头皮 引起我的这个产健康 让我就是非常非常的忧虑 那我在这个用产品的期间 刚刚用了就是 有10天左右 我观察我的头皮光滑了 没有皮屑了 也没有皮炎的出现了 我就挺惊奇的感觉到 这个产品是一个真正的好产品 它和我原来用的那个 NMN 不一样 因为我自身有感觉 所以我非常惊喜 我也和我的同伴分享 在我这个用这个产品的期间 我现在几乎要用了四个月多了 我感觉我的皮肤 由近期的这个亚健康 粗糙松懈 变得又光滑紧致了 因为我呢 不喜欢用各种化妆品 也没有什么美容的这个习惯 所以我就是这个皮肤呢 现在变得是原汁原味 在前期呢 我还常常要用一个产色的唇膏 要美化一下自己的口唇 因为口唇常常是干燥 皱褶比较多 所以呢 在我用了这个产品以后呢 我就感觉我不用 我不用化任何妆束 口唇也是自然的比较丝润 红润 这个我还很少吃一些 就是说保养的食品 吃食物非常简单 我就单纯的就想 我要靠到这个产品 来改变我的健康 那首先呢 我就是说在用这个产品的同时 我的皮肤有了就是说奇妙的变化 因为免疫力下降 皮肤呢 出现好多的红疹 脂外线过敏 脚踩在草地上就起红掉 就发展就过敏 那么我就在用这一个月的 这个SOD NM1的同时 我的皮肤呢 出奇的消失了红疹 光滑 有光泽 皮肤也紧致 所以我在过去所用的一些 就是说药膏啊 口服的那个 降低免疫力的这些药 我都停止了 我就单一的就用这个产品 这对我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惊奇的变化 而且在这个变化当中呢 我的身材 由原来虽然不是非常胖 但是进入老年人的这个阶段 身体就有一些稍微的臃肿 颜碱呢 也下垂 这样呢 我就感觉到就是说 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 虽然你老了 心里不服老 就感觉这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老了 变成这样子呢 看到两个胳膊的皮肤 松弛了 毛孔就是拉长了 我就感觉到非常忧虑 可是在用这个产品呢 这一个月当中完全又恢复了 我原来的皮肤光泽 这是我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我就给朋友们分享 拍了照片给他们看 我说不是看我年轻美丽 而是看让你看到我这个产品 在我的身上发生了这个奇妙的变化 这是一个 然后呢 益生菌对我呢 也是我在用了 NMN产品一个月之后 我用的益生菌 我有几十年的便秘 每天早晨 我都在卫生间里边 就像等客人一样 就等待排便 所以我常年要用 晚上要吃一粒这个排便的药 第二天才能够去排便 排便之前都有轻微的小辅的 肠道经兰疼痛 这就是意味着我要排便 那么我在用这个产品 一个月之后的这个 用了益生菌的时候呢 开始四天 我没有敢把那个排便药停掉 我怕万一对医生菌对我没有发生效果 那么今天一天不排便 我就非常不舒服 所以呢 我就吃了第四天 这个医生菌之后 早晨起来 按时的就出现排便 而且这个便呢 是已经恢复了 就是说 调状了香蕉便 而且是黄色的 我就非常惊喜 那么现在我已经把这个排便药停了很久了 每天就坚持 早晨起来 第一次吃这个益生菌 然后呢 就是吃这个 我现在用的这个 所以我就觉得我的症状是完全消失了 我之所以让大家看了 就是我的皮肤上 没有任何化妆 原汁原味 我就是每天用它的产品 而且每天的食欲呢 就是说 早上早餐 晚上晚餐 就是两餐饭 所以对我来讲呢 我意识到 我们老年人 虽然不能和年轻人共享风采 但是我们可以共享健康 因为我觉得呢 这个健康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享受的 是公平的 那么靠什么来维持健康呢 我本身不是一个特别好动的人 没有太大的运动 可是我现在每天监测我的血压 非常正常 而且我自己走起路来 我感觉到我的这个双腿双脚 特别轻松自如 我有意的 我在这次去长期半个月的这个旅途当中呢 走到有电梯的房子 我不去坐电梯 我有一种就是说 欲望我要上楼梯 我上楼梯的感觉是什么呢 很轻盈的 非常有弹跳力那种小跑上楼梯 我感觉这不是我接近70岁人的这个情况 但是因为是用了这个产品 我的这个 NMN 脑力剑 还有这益生菌 我这次旅游回来以后 我才吃了这个清晰片 所以我就感谢这个公司 感谢我们的这个创办人 也感谢这个 我的就是带领人 吴总 和我的姐妹 顾红姐妹 因为我在享受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感觉到我要鼓励每一个人 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用健康来赚钱 那么当我们就是说 年老的时候 我们要用赚来的钱来换健康 所以这是我最好的体会 我在产品使用当中 在这个阶段 我虽然不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学生 我没有更详细的学习规划 但是我感谢这个公司 他给我自然设立了一个学习的规划 就是让我在使用产品当中 要学会分享 在分享之后 要学会我对产品的见证 让我学习了要借力 靠着公司 靠着优秀人才 借力 并且紧跟 要学习感恩 让我在这个产品当中 一点点呢 由惰性变成积极 用感恩的心来为我们这个产品 做一个最好的见证 来分享给别人 来带领别人 让他们能够学习 利用这个 这个低风险的方式 去创造自由的财富 创造自由的时间 能够得到被动的收入 这就是我 这就是我自己 这就是我自己的感受 我还要争取下一次 再继续为产品 在这个平台上来做见证 我要用我个人的见证 来带动一些 那些还不认识凯利产品 不认识凯利公司的人 今天这是我自己的分享 感谢大家倾听 我的分享结束了 感谢大家